博恩妇产科有非常多 大概有17家4管银河中心 从台湾各地移胚胎到博恩妇产科 在原来的医院不会成功 在我们的医院成功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直日胚胎的技术太优秀了 所以我们尽可能 而且我们答应病人要一次成功 这一次成功的背后 累积了三个成功的element 就是严肃 那三个 第一个你要有足够的数量 足够的胚胎 那你说我年纪到AMHD怎么办 累积像最近有一个林小姐 林明什么小姐 那她就累积了三次的屈卵 前天 还是昨天她屈卵取了14颗 她的AMHD是0.12 她是40岁 那第二个是你的胚胎这么多 哪些会怀孕 哪些不会怀孕 关键在这里正常 也因此你要做胚胎快晒 走QBG24 第三个 也只有在伯恩乎产科 能够办到的 把能够怀孕胎的胚胎 晃到会走床的地方 也就是伯恩乎产科 会最以你为傲 别的一件学不来的 embryo transfer的技术 ET的技术 我们不管是细菌 子宫颈细菌的消毒 足足胚胎前一天晚上要消毒子宫颈的阴道 子宫 service canal的细菌 我们在足足的时候 推胚胎的速度 胚胎导引 距离子宫顶1.5公分 绝对不 丝毫 有折扣 要要求到百分之一百 这就是为什么 只要是会怀疑的胚胎 放在伯恩乎产科 就会怀疑 比如说台中的谢小姐在台中 做了两次取卵 总共19个胚胎 在那家医院 四个胚胎没有成功 四个胚胎没有成功 生下十一个胚胎 移过来 我们一次直至让她生个女儿 第二次直至让她生个男孩 她没有再取卵 谢小姐 她后来还有多久的胚胎销毁 可是我们直至胚胎是那家医院 那一个医师 从来不用超远波导引的 那个医师 挑剩下的十一颗 我们为什么会怀疑 那八个很好的胚胎 为什么不会怀疑 在用心的直至胚胎 所以伯恩乎产科的 胚胎移植是绝无尽有的 所以我再强调一点 伯恩乎产科一次成功 它是有三个因素 足够的胚胎 胚胎快晒 伯恩乎产科才有的 胚胎移植的直至胚胎技术 伯恩乎产科才有的